大家好我是白神木板唐大叔 大家买好皮卡之后呢 那准备开始拖东西了 拖船也好啊 拖什么trailer camper也好啊 那大家呢可能没用过的人 特别咱们中国人没怎么拖过东西呢 第一次用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疑问 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 轻轻松松轻轻北美代购 独家冠名播出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讲讲几个东西 第一呢就是trailer brick control 也就是说你拖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呢 那这个重的东西可能是平拖 我们讲有四个轮子在下面 那它是自己带了独立的刹车系统 包括你的那个刹车灯什么的 那第二个话呢在车里要设定好 那刹车的松紧度要各方面 那购阳头的皮卡呢 咱们来看一下 它是如果配置了呢 trailer brick control我们讲 那就会有这套系统 同时呢如果呃配了这个拖车的这一套呢 它会有这个拖车模式的 也就是toe或者haul 对吧towing mode 那这个东西来配合使用 另外的话呢 因为咱们呃有七寸的这个数字的这些显示 那在里面可以做一些设定的 那今天大家跟讲大家讲一讲 第一的话你要调好 因为咱们刹车后面拖的东西中了之后呢 那咱们刹车是不用 不光靠这个车载的刹车了 那你这个磨损的会太快 对车也不好对吧 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太松了不行 拖的东西自带的那些刹车系统就没有效果了 那等于说又回到用到皮卡本身的刹车了 那太紧了也不行 等于说你这个车不断的拖 而且把那个刹车系统也磨得太快了 那咱们第一步呢 如果车子带了到后影像呢 咱们就利用到后影像 大概在中间的位置 一直推到咱们拖的船也好什么也好 然后人下车把它都连好 相关的三叉口 为七叉口的电源也都连好 那之后呢咱们回到车上 回到车上第一件事呢 咱们可以先用默认的设置 对吧 这些都是默认的没有变过的 如果要变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这里加减号 对吧 如果你按一下加 看到那个开始变化了 就会加上去 也就是说 这个刹车更敏感和更不敏感吧 那咱们来测试这个东西呢 连好之后先用默认的设置 然后咱们把车呢打到低档 那不给油的情况下 让这个车自己往前动 同时呢 动了之后呢 你看到这个东西 对吧 这是来控制接好的拖车上面本身刹车那些 那动的时候呢 你来用这个东西 如果你按下去呢 有减速的感觉 那你感觉这个是比较有效果了 对吧 那是不错的 如果你按到底都没反应 那就是太刹车太松了 那你再紧一点 再紧一点 再试到一个 你放开车子刹车的时候 感觉你如果用这个拖车上的刹车呢 有效果 那就说明这个调的比较对了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那有个视觉的东西 对吧 在这里加减这样去调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按的话呢 这个东西你按的话呢 在显示这里呢 那现在是没有连接水了 这里会显示 从绿色一直到红色 对吧 你这个多紧的时候 会有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你慢慢就会找到这个平衡了 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最好的连上 长时间拖的时候呢 那这个系统里面有大量的信息 对吧 除了胎压的这块 你可以监控一些变速箱温度啊 压力啊 油温啊 一些东西 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看一看 这些都比较重要 如果温度过高或者什么的 你可以停下来 那一般来说呢 拖东西厂方都会有个建议的这个重量 对吧 像一般来讲吧 咱们1500皮卡正常的就是9000来磅 这样子可以拖 我们一般来说不要用百分之百 如果短时间的两三个小时 A点到B点去哪个玩的话 可以就是接近这个最大的 如果说长期拖的拖个半天 一天两天的 那最好用85%到90这个范围 那很多人可能买了皮卡 都没用过这个功能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希望这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帮助吧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不要给我差评了 在下面问问提互动留言吧 那如果有朋友呢 有这个皮卡 但不太会用这个功能呢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这个视频 那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文革华呢 喜欢皮卡 喜欢吉普 可以找唐大叔买车 支持一下业务 那广告的话呢 就这么多了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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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